古人云 登高 必跌众 马维都都已经在神坛待了好多年了 所以说他也应该下来歇歇了 我觉无半点 对马先生之批评 甚至是落井下石 其实你想落井下石 关键是你咋哪啊 老马这件事往大了 说就是大气候所导致的 包括王健林 建卖资产其实都一样 越是大的买卖 其实可持续的能力 实际上就越差 我这几天看到一些 关于马维都先生的 所谓的其他消息 我不敢说是内幕啊 其实其盘子扑的大 迷费必然多 挑费就大 这也是必然 而且其减资产 或者叫做未与筹谋 有点晚了 晚了的原因 其实就是眼光问题 总体而言 马维都的战略眼光 连李嘉诚的一个角质头都比不上 甚至他也比不上王健林 可能和许大官人差不多吧 林奇末了 我不相信马维都 希望自己发生人设塌陷的事 但是现在只能来了 估计不少人这一天 也都听说 岛国品牌 也就是小日子的某合资 汽车企业裁员了 是吧 这个事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其补偿款 可能够被裁员的员工过半辈子了 其实不要说谁好谁不好 说没用 看办事 一比较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老马这是硬裁 最好宣布的那一刻 你最好无二话立马走人 这才好呢 但是同样是裁人 两个机构裁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一个被裁的是感恩戴德 恨不得想给你建庙立碑 一个被裁的恨得你牙根痒痒 恨不得骂你八倍祖宗 其实个人博物馆 在咱们这片土地上 还是个新鲜事 你小打小闹 弄个二十瓶的小博物馆 有个几百件展品 那一年有个十万二十万的维护费 可能就够了 既然个人建得起博物馆 或者叫展览馆 那么理论上 你存个几百万 也应该不是问题 也就是说 这钱能够让这个小博物馆 延续个几十年的生命 应该不是问题 但是大的 一年的运营和维护 需要几百万 甚至更多钱 很显然 现在咱们这单靠民间的力量 很显然非常的不安全 而且我们的认知 也不一样 比如国外 某博物馆 他账上趴着三百万欧元 这笔钱只用于这个博物馆 其他的任何事绝对不可以用这笔钱 而这样的规定人家做得到 但是我们可以说 没有一个人一个企业 一个公司做得到的 也许债就是区别之一 我们已经习惯了 现在房地产火 反正债钱也不用 我拿着炒几笔房 明天股票好了 我炒几手股票 结果三炒两炒 把本给炒没了 不过也有没不了的 但是那不是我们 而是欧洲那些古老的个人博物馆 人家不炒 自然就没不了 其实他要炒 他也有可能炒没了 我最后再说几句啊 我对马爷表示担忧啊 马爷呢 您也辛苦了 能够维持这么多年 已然是不容易了 OK就到这 我是肥主满舰老李三 下期再见